大家好,我是夏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用饺子皮和红豆就能轻松搞定的早餐年豆包 香甜软糯,做法还特别简单 准备半碗红豆,半碗紫米,提前用水给它泡发 或者是晚上你提前泡好,第二天早上做 像这样子就可以倒进电饭锅了一袋里,按煮饭键给它焖熟 焖到红豆一捏就碎,紫米软糯的程度就可以了 加入白糖,红角碎,葡萄干增加风味 再倒入少量的大米粉和面粉给它增加稳定性 里面的紫米是带有糯性的,这里就不需要添加糯米粉 融粘均匀后给它团成圆球,刚好做六个,放一旁备用 最后准备六张饺子皮,用擀面杖擀大擀薄 就像做春饼那样,一张张撕开就可以了 再放入之前准备好的豆包馅,用虎口慢慢收拢 尽量贴合,这样皮不会破,稍微团一下,放入蒸锅 撒上一些清水,防止面皮变干 开水上锅,中火蒸8分钟 开盖后,让它稍微冷却后定型,就不会粘手 早餐粘豆包就出锅了 两者搭配,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,不妨收拾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夏妈,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